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啦啦挤进来八九个人 站满了不大的客厅 为首的女人竟然是大姑姐婆婆 我的心一下子揪了起来 身体微微发抖 恐惧感让我的身体往后缩了缩 姑姐婆婆一声贺令 那些来人把餐桌掀了个四角朝天 菜汤溅了一地 千刻间两家人撕打在一起 大姑姐蹲在角落 惊恐的大哭起来 她婆婆健壮 上前拉起地上的大姑姐就骂 没用的东西 还有脸哭 我害怕大姑姐被打 走上前刚想劝说两句 就被姑姐婆婆一巴掌扇在了脸上 她把失去孙子的恼怒全都发泄在了我身上 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 为了躲避她的追打 我脚下一滑 倒在了地上 肚子正好搁在了餐桌的愣脚上 我A1一声 一阵撕裂般的疼痛传遍周身 渐渐地我失去了知觉 再次醒来 我躺在冰冷的病房里 只有我妈坐在旁边 她告诉我 肚子里的孩子 没了 有一大出血 为了救我的命 一生切除了我的子宫 我闭上眼睛 心里的痛与懊悔 是用语言形容不出的 或许这就是命 可这又怪谁呢 除了说自作自受 我找不出合理的解释 时光倒回三年前 我和彭辉走到一起也不容易 他是我的一个客户 当初来我们公司咨询业务 正是我接待的他 彭辉是一所国际小学的语文老师 他高大帅气 说话斯斯文文 也说不清我们是谁先撩布的谁 反正认识不久就开始了谈情说爱 我和彭辉的婚事 两家人都不乐意 我妈嫌她有一个脑子不正常的姐姐 彭母则嫌弃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怎奈我和彭辉像两只强力粘合剂 紧紧贴在了一起 还偷识了禁果 怀了孕 我妈听说我怀孕后对我又打又骂 拉着我去流产 我偷偷打电话给彭辉 第二天一早 彭辉和他妈就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出现在我家门口 彭母拿出她的看家本领 满脸笑容 慈祥地拉起我的手说 哎呀 这么细皮嫩肉 漂亮可爱的孩子真是少见 我家小辉肯定是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老天才让他遇见了你 孩子 前段时间阿姨真是迷了窍 瞎了眼 你可千万别怪阿姨啊 我看看彭辉 有些战儿和尚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彭母怎么变化如此大 彭辉俏皮地向我眨了眨眼 彭母接着说 亲家母 看这两个孩子被我们两个老太婆逼成什么样了 孩子是我们身上掉下来的肉 我们做母亲的 是得有多心疼 我都连续几晚 没合眼了 亲家母 我们可不能再让两个孩子受煎熬了 放心 以后玲玲嫁到我们家 我肯定拿她当亲生女儿来带 绝不让孩子受盯点委屈 我妈对彭母的突然转变也有些不自然 她红着脸说 别在这假惺惺了 你是看上我家玲玲肚子里的孩子了吧 妹妹 看你说哪里话 我是看上玲玲这孩子既懂事又善良了 昨天晚上 小灰可对我夸了零零好长时间呢 放心 我才不关心他们生不生孩子的问题呢 一辈人不管两辈人的事 只要我们的孩子能生活得幸福 快乐就好了 以前是我没想通 所以做了蠢事阻止了孩子 妹妹 彩礼你说个数 只要我们能出得起就可以 彭母竟一口一个妹妹的称呼起了我妈 而且每句话听起来都相当有诚意 我妈这个人本来就吃软不吃硬 看我又怀了孕 死活要嫁给彭辉 她也就没再过多阻拦 答应了这么婚事 婚后我和彭辉只负责上班 婆婆从来不让我进厨房 任何家务都不给我做 有时候我刚换下来的内衣 婆婆都会帮我洗了 我觉得实在不好意思 后来自己的衣服就随换随洗 婆婆每天还想尽办法给我做各种滋补汤 短短几个月我竟然碰了二十斤 同事都很羡慕我嫁了一个好人家 我心里也乐滋滋的 婆婆疼我 老公爱我 我还有什么不满意 我每天走路都哄着小曲儿 小日子幸福的冒泡 我想肯定是自己上辈子做善事太多 福报全在这辈子了 可是随着孩子的出世 我的幸福生活也像一个济灶泡 瞬间无了踪影 怀胎十月 我生下了女儿 刚从产房出来 我就看到婆婆已在病房门口 一脸黑线 见到她并没有走过来 我的心孤冬沉了下来 不愧是婆婆嫌弃我生的是女孩吧 果然 婆婆凑上来 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 从你的反应来看 应该是男孩啊 牛恋 你确定医生没报错 我哭笑不得 妈 人家怎么会搞错 您不是经常跟我说 孙子孙女都一样吗 婆婆脸刷得成了酱紫色 撇着嘴说 有儿有女才叫好 妈不是重男轻女 但妈还想再要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孙子 当时二胎政策还没放开 真要我为了给婆婆生孙子被单位开除 我做不到 于是我态度很坚决地跟婆婆说 妈 我和彭辉是不可能要二胎的 在我心里男和女孩都一样 只要我们好好培养她 女孩也会光宗耀祖 婆婆脸色大变之前 温和慈爱的模样 一扫而光 全连 你要不给我生孙子 就对不起我们彭家 彭辉可是单传 要是彭家的根在她这里断了 那你们对不起的 可是彭家老祖宗 我没想到 婆婆竟然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 也没再理她 只要自己不想生 我就不信 婆婆能蹦打出什么幺蛾子 为此整个月子 婆婆都在给我甩脸色 经常只想骂怀 还动不动就跟彭辉哭诉 被缠得烦躁的彭辉 跟我提过两次 说 要不我们就再想想办法 满足妈的要求 我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可有些事情 并不是以你的意志为转移 上苍注定的事情 躲也躲不掉 女儿快两岁的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改变了这一切 我在单位组织的一次体检活动中 竟然查到自己怀孕了 我惊讶的张大了嘴巴 怎么可能 我一直带着病运还的呀 医生却说 带还怀孕的也有可能 当时我就跟彭辉打电话 商量把孩子留掉 可这个猪队友说正在开会 来不了医院 转身就把电话打给了婆婆 这下可了不得了 半小时不到 婆婆就风风火火的跑来了医院 又哭又笑 拉起我就往外面走 边走边说 林林 这下你可得听妈的 这孩子既然找到了你 就说明和我们家有缘分 我们就得留着 妈 您也得看实际情况呀 这孩子我真的不能要 生下这孩子 我的工作就没了 一大家子人 就指望彭辉那点工资 我们和西北风呀 而且妞妞还这么小 我挣脱了婆婆的手 生气的说 婆婆却向我保证 放心吧 优优我来带 而且也绝不会让你失去工作 妈都想好对策了 我很好奇 婆婆的对策是什么 就问 妈 你还能有啥办法 她却向我神秘一笑 边拉着我往外走 边说 你先跟妈回家 我们从长记忆 总之 妈绝对不会影响你工作就是了 当婆婆把她的对策 讲给我听时 我差点惊掉了眼珠 突然觉得眼前的婆婆像一口古井 深不可测 原来 婆婆听说 我那个脑子有问题的大姑姐也怀孕了 她竟然要了大姑姐顶替我去流产 以后 我肚子里的孩子就当大姑姐的孩子来养 妈 怎么可能 人家的骨肉也是骨肉呀 这种缺的事会招来批的 我可不能这么做 我言辞拒绝 婆婆脸通红 拿白眼对我翻了又翻 你姐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 你以为我忍心啊 我还不是为了你们好 你能到怀的情况下 怀上这个孩子 这孩子可得跟我们彭家 有多生的缘分呢 我都替你想好了 让你姐顶替你把孩子留掉 你再跟当内说 你流产出了毛病 要请家休息 等孩子生下来再去上班 到时候 我给你的孩子 什么都不影响 我扶摸着自己的肚子 婆婆的话 让我对孩子有了一丝依恋 但我仍然坚持着说 妈 这也太缺德了吧 我可不敢答应您这个要求 陈琳 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 第一 你自己光明正大 把孩子生下来 第二 按我的要求 偷梁换柱 把孩子生下来 当然 你还有第三个选择 就是和小灰离婚 婆婆已经亮出了她的底牌 我望着婆婆 不容反抗的神色 一种莫名的心酸 涌上心头 为了我的婚姻 也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那一刻 我鬼迷了心窍 竟然答应了 婆婆的第二个要求 想着 竟然是婆婆的主意 以后 便有什么事 她也怪不了我 虽然 我觉得 有些对不起大姑姐 但也稍纵即逝 我说 妈 如果 我姐婆家人知道了 怎么办 姐都结婚三年了 好不容易怀上了 怎么能为了我 而害了她 婆婆 呸了一口说 女姐 嫁那是什么人家 又穷 男人又有残疾 说不定生出的孩子 又傻又残 我还想着让她离婚呢 没了孩子牵绊 更好离 婆婆把大姑姐 骗回了家 对她说 孩子啊 琳琳也怀孕了 今天 妈带你俩 一起去医院 做个检查 大姑姐孩子 一样的欢笑着 还跑到我身边 摸了摸我肚子 又摸了摸 她自己的肚子 说 宝宝在这里 宝宝在这里 我胸口 像对重锤 激了一下 有一种 顿顿的痛感 鼻子 也酸酸的 我抬头 看了婆婆一眼 她 却没上人一样 笑着说 傻丫头 我们上车 快 去医院了 我和大姑姐并排 坐在计划生意 服务站 办公室外边的凳子上 她紧紧 拽着我的衣服 脸上 有两缠红韵 既有胆怯 又有一种 按捺不住的快乐 而我的心 却像插了一把 尖密的刀子 鲜血淋漓 婆婆早已 安排好了这一切 当工作人员 叫到我的名字 婆婆就拉着 大姑姐 走了进去 我的一颗心 蹦蹦乱跳 等待大姑姐的是什么 我心知肚明 不一会儿 里面传出大姑姐 撕心裂肺的喊叫声 追心刺骨的疼 同样也传遍了我的周身 以那么一瞬间 我是胸晕的 我到底在做什么呀 我还是人吗 我刚想起身去阻止他们 又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还是没有站起来 大姑姐的孩子没了 被我和婆婆亲手害死了 最终我和婆婆 成了身披千和外衣的屠夫 大姑姐 婆婆破口大骂 你们这家王八蛋 害我失去了孙子 一家人 还在这大吃大喝 退货 你们的闺女 永远不得再踏进我家门 因大姑姐失去了孩子 被婆家人赶回了家 她的病情 看起来又严重了 每天除了哭 就是笑 还随处大小便 而我 因再也不能生育 被婆婆 三天两头找茬闹事 最后 她甚至以死相逼 要彭辉和我离婚 终于 我再也受不了这种打击 和彭辉 提出了离婚 除了女儿 我什么都不要 离走前 我走到大姑姐身边 想拉拉她的手 她胆怯地 把手藏在了身后 眼里有一种恐惧 我的心 在滴滴答答 躺着血 不敢想象 当冰冷的气泻 伸进她的身体时 大姑姐 该是怎样的心愁与绝望 尤其是害她的人 还是她最信任的亲人 我之前 一直沉浸在 自己的伤痛之中 觉得我和大姑姐 都是被把女人 当成生意机器的旧思想 害惨的 可看到大姑姐 那满眼的恐惧与伤痛 我才明白 这件事 我是受害者 可我同时 也是帮凶 如果不是我的优柔寡断 又怎么会处处 被婆婆牵制 又怎么会酿成这场悲剧 这件事 将永远是我心上 一道无法愈合的口子 真希望 时光能够倒流 我想 我会勇敢 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